你刚开始接触OBS 是不是会觉得它的界面非常复杂 其实你不必学会一堆专业的词汇 只需要按照这些教程去做 你就能够轻松的去开始录制的萤幕 去开始直播 声音稳定 画面清楚 一次搞定 Hi 我是 Grayson 这频道主要分享关于一次频道云 浏览变现 以及网络吹内容 我每次分享三部影片 谁要记得要对我频道 那现在呢我就打开了OBS了 你可以看到我这个OBS的界面呢 它是中文的 那如果说你是第一次使用 它的界面是会是英文的 所以呢你可以先去调整一下它的界面语言 那你可以来到这边设定 在一般选上这边 你可以看到这个更改系统语言 你就可以找到不同的语言了 你可以更改成繁体中文 那我先来介绍一下OBS的界面 那这一大块呢 就是一个预览的界面 它就是能够去展示给你 你正在录制的 或者是你正在直播的画面 然后这边呢是控制项 这边就会有一些功能 包括开始串流 管理直播 开始录制等等 在往左边 这个是转程特效 能够在你去切换成不同场景的时候呢 是有一个过度的效果的 这边呢就是音频回音器 是能够让你去控制 你在录制或者直播时候它的音频的 再往左边呢就是来源还有场景 我会在影片里面详细和大家说一下如何去设定这些功能 当你第一次使用的时候 你需要去做一下OBS里面的设定 我选了这个设定选项 这边我们首先选择影像 在这个选项里面你可以去设定来源画布的解析度 这边我设定成的就是1920像素×1080像素 那它还有其他的几个选项 这个长宽名呢是横屏的格式 如果说你想要去设成竖屏格式的话 那你就反过来就是1080像素×1920像素 这样呢就会变成竖屏的格式了 接下来呢你就要去设定输出缩放的解析度 那这边呢我就保持和我来源的解析度是一样的 都是1920像素×1080像素 那你也可以设定成不一样的 接下来你要设定常用的FFPS 这边呢我设定成30 那FPS呢就是每秒帧数 也就是每秒钟能够录制出几张的画面 你可以把影片想象成是多张的照片 它在连续的播放 如果说是30FPS 那就是30张的图片快速的播放 这样整体的画面会更加顺畅 如果说是60FPS 那就是每秒钟有60张的图片在快速的播放 这样整体的动作会更加顺畅还要细腻 大部分的情况下 如果说你要去做YouTube的影片 或者是YouTube的直播 那么30FPS就是完全足够了 如果说你是拍摄游戏类的影片 或者说你想让你的画面里面它的动作是更加顺畅的 那么60FPS是可以的 你之前有听过FPS吗 你会觉得30FPS和60FPS它们的差异有很大吗 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 接下来就是选择输出选项 在这边首先你可以选择输出模式 那这边我就选择简易的模式 如果说你选择进阶了 你会看到有更多的选项会提供给你条件 但如果说你不需要那么复杂的选项 你就可以改成简易 这边OBS会根据你想去直播还是说录制影片 你能够去专门设置出不同的设定 首先就是直播串流的设置 第一个就是影像位元率 影像位元率就是影片它的画质传输的速度 或者说你可以想象成是谁管它的宽度 位元率越高 那么影像的画质它就是越清楚的 但是缺点就是它的答案会变得很大 并且也是对你的网络的速度是有要求的 如果说你是使用OBS来录制影片或者是直播的话 那么位元率的高低 就会决定你输出画质它的清晰程度 如果说设计太低了 那么你画面就有可能会不清楚 会出现马赛克的情况 但如果说你的位元率设定太高了 有可能你的网络会撑不住 就会出现卡顿或者调整的情况 那你应该怎么去设定呢 那这边我帮助大家提供一些资料 你可以做一参考 如果说你录的是1080p的解析度 30fps的影片 那建议你的位元率是在6000左右的 如果说你是游戏直播用60fps 那么建议会在8000到1万的位元率 那如果说你在网络上面的传输速度是不快的 那记得也提前先测试一下 因为位元率如果太高的话会导致你卡顿的 所以这边呢我就可以把它改成6000的位元率 那其他设定选项呢 如果说你不是有特别的要求 都是能够去保持最初的设定的 接下来呢就是录影 首先呢你可以选择 你录制好的影片它要存放到哪边 你可以选择浏览去找到一个合适的文件夹 然后录影的画质会有不同选项 和串流同画质 高画质打案大小中等 近乎无所画质 但是呢打案大小非常巨大 无所画质非常大的档案 那这边呢我就选这个折中的方案 高画质但是呢打案大小是中等的 那这边呢你可以选择录制影片的格式 我就按照OBS它的初始设定分段MOV 那你可以选择其他的格式也是可以的 然后影片的编码器呢 我就选这个软体编码乘以264 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选择串流了 这边呢你可以选择你要进行串流的平台 那如果说你是YouTube的话 就可以选择这个YouTube RTMPS 那它呢还有其他很多的平台 你可以选择这个全部选试 你就可以看到这边会有非常多的平台 你是能够去串流的 伺服器呢就保持原样 然后呢连接到你的YouTube账号里面就可以了 那因为呢我们设定了直播 那现在呢在我们的画面上面呢 就会出现聊天室 以及呢会让你登录到你的YouTube账户里面 去开始进行设计 那如果说你现在暂时不需要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插掉 那如果说你之后想去开启的话呢 你可以来到这个停住视窗 然后选这个YouTube Live Control Panel 那它就会出现了 还有一个呢就是聊天室 你看它也出现了 在我们设定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我们OBS里面 就加入到我们的摄像头 麦克风还有萤幕录制了 也就是现在你可以看到 我现在呢录制我的人像了 我开启我摄像头了 然后呢如果说我想录制我的萤幕 那现在呢我录制我的萤幕了 或者说我既想录制我的人像 同时呢也想录制我的萤幕 那也是可以的 那接下来呢我需要大家如何去操作 那首先呢我们需要去创建一个场景 那当你开始的时候呢 你是只有一个场景的 但是呢你可以在OBS里面去创建非常多非常多场景 去满足你不同的录制或者直播的需求 你可以选择这个左边的加号 然后呢你可以为你这个场景呢 去输入一个名称 比如说这是我专门去进行录制摄像头的场景 然后呢需要在右边选择来源 点击这个加号 然后你需要选择这个视讯接触装置 这边你选择建立新来源 然后呢你也可以更改它名称 这边呢选确定 然后呢我们可以选择装置 这边呢我可以选择这个 我本身电脑里面所带入的装置 然后呢可以选择预设值 那你可以选择不同的预设值 那我这边呢就保持高的预设值 然后这边呢我就可以选择确定了 这边你可以看到呢我的人像就出来了 然后呢你是能够去调整它大小的 我可以把它放大 现在我就把我画面拉大了 那如果说你要去建立荧幕的话呢 你可以选择左下角之加号 给它一个名称 这个是专门录制荧幕的 然后可以选择确定 然后呢也是一样要选择这个来源 选择加号 这边呢我就选择MacOS 荧幕截取 然后呢在这边 给它建立一个新的来源 然后选确定 现在你可以看到 我的荧幕呢就出现了 然后呢我可以选择方法 也就是呢你要去截取 哪些荧幕 第一个呢就是截取我整个荧幕 然后呢你可以选择视窗 或者是选择应用程式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你可以选择这个荧幕 它什么 这个呢就只有一个选项 然后搜尾标 要显示游标 或者说呢将OBS隐藏 不被截取 这边呢可以选择确定 那可以看到我这个画面呢 它是比较大的 所以呢我可以把它调小一些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呢 我就是完整的录制出我的荧幕了 这边呢看得非常清楚 那如果说呢我们想要去同时录制出 我们荧幕上面发出的声音的话 还需要再加个来源 点击加号 这边呢选择MacOS音讯截取 这边给它一个名字 然后选择确定 这边可以选择方法 桌面音讯截取 或者是应用程式音讯截取 那这边呢我就选择桌面的音讯截取 然后选择确定 在音效回音器这边你可以看到 这个音讯截取就出来了 你可以看到当我录制荧幕的时候 有发出声音的时候 那这边呢就能够去截取音频了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设定一个场景 同时有荧幕录制 加上呢摄像头的 可以选择再串这个场景 这边呢选择加号 第一个荧幕录制 确定 这边呢保持设定一样 然后呢再选择音讯截取 设定也是一样的 再选择这个视讯截取 也是一样的设定 调整整体大小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 我既有录住人像 同时呢也有录住我荧幕了 然后这个人像呢 也是能去调整它大小的 或者说你想改变形状的话 你可以按住option或者是alt 然后去给它改变大小 你可以看到 我可以去切除一只画面 就变这样了 然后呢我可以在这边去挪动 比如说挪到左下角 这样呢就能够去打造一个画中破的效果了 如果说呢我想去关闭某一个来源的话 我直接可以选这个眼睛的标志 比如说把人像去隐藏掉 就可以看到 我就不会录制到我人像了 如果要打开的话呢 这再点一下 就打开这个人像了 那你呢是能够去快速的切换不同的场景的 我想呢去录制我人像 我不要去录制荧幕 那现在呢我可以快速的切换了 你可以看到当我切换场景的时候呢 它有个转场的效果 就是因为呢我们这里有个转场特效 这个呢就是淡路淡出 那你也可以选择直接转场 就有这两种特效 那如果说你想去调整一下 这个录制出来的画面也是可以的 我可以选择这个 我摄像头的场景 然后呢右击 然后呢选择滤镜 然后呢选择加号 你就可以看到呢 这边会有不同的滤镜 跟你选择 比如说可以选色彩校正 给它一个命名 然后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去调节一下 我们在录制的时候 色彩的一些校正 比如说我可以调节更亮一些 你一看到它的效果就出来了 对比度高一些 色彩偏移调节一下 底下呢你还可以进行色彩叠加 或者添加颜色 这些呢都是可以的 这种效果呢 就会运用到你之后录制的影片里面 在右边控制项里面呢 是有一个工作室模式的 那这个模式呢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模式呢就是能够去帮助你 在预览画面上面先去做出一些调节 这个模式是非常适合于 在你直播的时候去使用的 如果说你想去调整一下你的画面 但是呢你不想直接的被观众看到的话 你可以先在左边这预览模式这边 去进行调节 比如说我要分享我的荧幕 那我在这边呢先做出一个调节 去看一下画面对不对 在我检查之后呢 我就可以选择这个转场特效 你就可以看到现在这个画面呢 是观众真正能够看到的画面 就能够确保我直播的时候 准确性是更高的 然后这边音效回音器呢 就是能够让你去控制每个来源的音量 你可以在这边去调整它的音量 这边呢你可以知道 到底有没有录制到声音都是可以的 那如果说你想开始直播的话呢 就点击这个开始串流 你想要去开始录制你荧幕的话呢 就可以选择这个开始录制 现在你学会了 如果就使用OBS了 如果想知道如何快速的在YouTube上面直播 你可以看这期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有点帮助 想要按这部影片点赞 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追踪我的IG 你能够有很多个互动 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给朋友们